他代表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住宅型的艺术建筑 他的工法跟结构除了在房镇以外 他的寿命 我们的规划是希望他能够一千年以上 更重要的 他代表工商界的人 不管在环境多么恶劣下 他们永远有社会责任 卖掉绝对卖得掉 卖得还不简单 问题是价格 人们了解自然有它的价格 现在人们对逃出引员还不够了解 那我们现在也正在加速度 把它森林化的庭院正在优化 这种房子根本不需要急着卖 投资很大是没有错 可是我们现在财力负担就没有问题 它就不是问题了 对不对 这种房子又不可能像一般豪宅 你说你盖了一栋可以卖掉 反正你这样盖一栋 对不对 我这种房子有生之连不可能再复制第二个吧 也因为我们不敢复制 所以它的价值存在 比如说别人看着要学 他再想学 他如果复制我呢 他的价值一定被打折 你看俩俊华城其实对我人生来讲是重大的挫车 重大的挫败 在民国其实六年买下这个 1987年 很不幸的被政府拖拖拉拉到很晚才能盖 但能盖的时候 在实际上其实已经勉强了 为什么在实际上已经勉强了 那时候新制计划期已经开始崛起了 那个时候应该认为实不于我了 所以当一开张的时候 我看人潮一天一天来这么可怕的人潮说我完蛋了 所以我会失败 人在里面光要回到他自己原来那家店都不容易 这辈子参与我投资的公司唯一啊 还没有解套的就是这个计划车 你讲的这一句话问你就问的直接一点没错 我这辈子真的都是在被教训成长 真的我也改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就是永远都是 好像挫折挑战啊也好 或者克服挫折也好 可能这就是我这个人很不好的个性吧 我怎么不安排你出牌啊 为什么我要争议啊 他们从来不晓得我以争议为荣啊 因为表示我没有像懦弱妥协啊 政府要把公司名化 就没有人要啊我去拿有什么不对 对不对我还为这个事情被检察官起诉 还好地院第一审就判我无罪 他规定了一个人百分之一又不是法律规范 他说为什么不是法律规范 我说我从小就看到大人啊 都是用人头的名字去抽签股票 那抽签了他用人头 那为什么我这个特定人的不能用人头 那时候律师还叫我说辩护的时候 你讲你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明明知道我不要骗这个法官 还有我说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学生月票 就同学就借来借去啊 我拿去捡车长小姐知道他下面不是我的 他没有管过我啊 从来没管啊 表示这是人头概念嘛 你的业务单位 你的收费单位都不管 这个叫约定成熟 我说不定我可以活一百岁啊 我现在七十岁我人生才开始啊 但这种时候已到目前来讲 觉得我领导有一天暂时 要符合我年轻的暴力时代的观念 暂时沙场 最紧限一定要让我在办公室枪笔很久 我研究全世界的工商界历史 没有一个人做到像他这么伟大 他是帮月王勾建复国的陶工范黎 他可以享受最大的潜力他不要 这个是工商界的人本来就应该要有的 有情有欲 所以我们才会起名叫陶珠影源 在继续时勿名成熟 в镇